我不敢說當仁不養這麼大的理念 但是這些工作總要有人做 既然派到我去就去吧 在日本鑽石公主號的撤離行動中 其實我是第一個部門 派遣我去日本協助香港居民的成員 他們香港居民走出來是有點感動的 完成任務的感覺 也有點擔心 所以我也做了廳長差不多一個禮拜 我想多謝醫護人員 其實在香港的疫情裏 它真的是最前線 但是如果絕大部份的香港人 都可以在這件事裏團結做好抗疫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崗位 感谢观看